最后一个是考试考过的题目 我问你 两个东西接在 两个电器接在一起 是电阻小的功率大 还是电阻大功率大 请你回想一下我们做的活动 请你回想一下 我新闻做的那个 电阻落滴下来 用手摸的那个活动 用手摸的那个活动 哪一个电阻 哪一个的功率大 请你回想一下我们做的实验的结果 是电阻小功率大 还是电阻大功率大 答案叫做 你讲电阻小功率大是错的 你讲电阻大功率大也是错的 要看你是串联还是闭联 我们做的活动 一次做闭联 一次做串联 你还记得吗 做并联的时候 做并联的时候 10欧姆比较鲜烫 做串联的时候 100欧姆比较鲜烫 记得吗 所以 如果我现在是串联 串联谁一样 电流一样 公式叫做 P给I平方成也 电流一样不理他 不看R R比较大的功率大 所以串联的时候电阻大的功率比较大 所以串联的时候电阻大的功率比较大 比如我前面跟你说过了 我会不会要用 这一题23题 23题我们做过 我们4欧姆跟2欧姆去做串联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结果 10欧姆功率是1瓦 然后如果是0.5瓦 电阻大的功率大 电阻大的功率大 OK吗 然后 如果是并联呢 并联谁一样 电压一样 有电压有电阻求功率 公式是什么 P给I平方出以R 电压一样上面一样底下呢 R比较小的功率比较大 所以当初你在做活动的时候 并联的时候 10欧姆比较鲜烫 10欧姆会比较鲜烫 所以电阻小功率大 我们也做过这一题 124里 我们做过这一题 124里呢 4欧姆的时候是2.25瓦 2欧姆是4.5瓦 我就发现 电阻小的功率比较大 所以这里考过 这里机车考过 这里机车考过 那我给你标示 问你一个问题啊 记想一下 我不告诉你答案 来 我给你一个标示 一个是110V这100瓦 是 一个110V这40瓦 第一个问题 这两个谁电子大 谁电子小 第二个问题 把两个东西同时用 插在加硬插座上 谁比较亮 第三个问题 假如串联起来 再插座上 插座上 谁会比较亮 谁会比较亮 你那我问问题吗 110V这100瓦 110V40瓦 问题一 谁的电子大 谁的电子小 问题二 同时插在插座上 110V这 谁会比较亮 问题三 两个串联之后 再插在插座上 110V上面 谁会比较亮 就是我们考试问的问题 OK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